科長的時候又負責對外 就這樣一個發揮 那個時候我就在觀看 所以說算起來是相當長的 難怪那麼多的年輕人 還有說還沒生出來呢 對很多同事 所以說非常感謝 尤其在最後的這個十一年 我在這個十一年 最後的十一年 是我覺得我在廣播界裡面 工作是最愉快的十一年 因為跟同事們相親各方面來一點 通通大雅都非常的好 而且每個人對我看到的 都客氣得不得了 我真的是不好的意思 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 當然最後 你要說我要跟大家講什麼話 我想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才講長一點 這是我自己生活體驗的一點點 第一點 比如說老天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說不公平就是 我們讓我們每個人生下來 都不是說非常公平的 包括我們的背景 包括我們本身的這種智慧 自己的聰明 還有能力的方面 都高高低低 非常的差點 很大 我們不談我們的背景 我們是講我們自己個人的 這種智慧 這一方面來講 也是我們不公平的 就是從低低到高 我要再做 在我碰到的 我們TVBS裡面 所有的人來講 通通都是在中等以上 不會在中等以上 而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有自知識你 中等在這裡 上面在這裡 我大概就是在這裡才會異 所以我是非常自知識你 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 然後再來想辦法 要想辦法從這裡 給你這樣全門提上來 再叫你認真 就是你自己叫你認真 提升自己的能力 我常常跟我們那邊的別人心人講 我說你最重要 提升自己的能力 你能力強滿在哪裡都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有一句話 希望大家想想 這種自己 深深體會的我就是照樣說 吃虧就是在天地 就是最重要 希望大家多想想 好了這就是我 這個領走之前 給年輕人的兩個 希望大家能夠不斷地進步 我是輕鬆了 我現在是非常輕鬆了 但是在座的各位都很辛苦 還要繼續努力 希望你們大家都能夠不斷地向上 不斷地進步 不斷地越來越好 謝謝你們